原标题 写炮营 战机舰挺多 战略导弹强 谁就占据着全然的绝对优势 但在大喵看来 战争为5G装备硬件论料并不可取 在2000年后 世界发生过具备一定规模的局部战争 粗略的讲应该有三起 其中包括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以及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 在这三起战争中 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 以美国军队为主导 获名获案 联合北约盟军进行的军事行动 可以想象的是 在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和世界第一大军事联盟北约组成联军大机下 依照武器装备论调 必将速战速决 可最后结果却是阿富汗战争打了三年之久 伊拉克战争更是 长达八年 利比亚战争持续了八个月 这个情况归了起来可以看出 真实的现代化战争为武器论调绝不可取 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三场战争中 投入了军队人员数量高达数十万人 展开全文这一点就揭示出 即使是现代化战争 其本质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抗 武器装备仅仅是辅助作用 也就是说 军人士兵才是战争的主体 显而易见 现代化战争依旧是围绕人来进行的 那么 现代化战争究竟拼的是什么呢 无语有云 兵马未动 两草先行 这也就说 后勤保障将是衡量军队战斗效用的标准 解放军报曾刊文称 战争形态的深刻演变 军队改革短形的不断深入 使后勤建设环境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悉形势下 高效筹划和运用后勤保障力量 达到事实 事地 事量 适用的精确保障目标 进而实现军队为战而生 后勤为战而存的坚固理念 可想而知 后勤保障的一支军队的强大作用不言而喻 让战士们科学饮食 营养管理由为重要 但据海外网6月17日报道称 79军某旅地空导弹二营在演练中吃了败仗 原因就是出在后勤保障吹事般饮食上面 在导弹部队二营参与某次对抗演练前 因为天气炎热 战士体力消耗量大 吹事般班长看得眼里疼在心里 心想着演练前加餐 做顿好吃的改善战士们的伙食 俗话说 要想官兵吃得好 大鱼大肉少不了 一来硬菜受青睐 二来营养补充快 简直是一举两得 吹事般班长忙前忙后 硬菜满满 其中一大盆的香辣油焖大虾更是主角 可谁料想 这对香辣油焖大虾大餐 让权营五分之一的战士们出现辣肚子 上火等情况 进而影响了演练对抗 落伴的结果可想而知 不得不说 这位吹事般班长的战斗力真强 一顿油焖大虾 就打败了导弹部 对 自己的好心却办了坏事 实际上 让战士们吃饱 吃好 并不等于大鱼大肉 而是要结合官兵实际身体状况 科学制定新石谱 做到后勤三分工 七分管 以科学化 精细化 集约化的后勤保障对接打仗 这样才能使得军队拉出来就能打 打完还要取胜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